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龙振 我来自苏州 我学习功夫英语是从两个月前开始的 其实学习英语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个梦想 但是上学的时候全是没有学好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十七八年了 再也没有去碰过英语 前去年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 书里面是这样介绍的就是 英语加上编程能力再加上写作能力 你就无所不能 其实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小学心要学好英语 然后先后购买了很多材料 我一开始买了新概念英语 然后在网上报名了天天用英语 然后后来还购买了琉璃说 然后前后还购买了一些关于学习语言的书籍 但是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就像学习应该念一样 我学到第二册就放弃了 为什么呢 没有反馈一个人学起来是很苦恼的 经常觉得很枯燥 后来呢我在这个网上无意间 看到一个人推荐一本书 叫六月学会英语 当时呢我就去买回来 是容卫虎先生写的这本 然后呢看完了这本书以后呢 我就立刻购买了这个课程 当然学习两个半月以后 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一开始我学习英语的时候 我的这个程度啊 最多就是一个初中水平 因为我自己做过测试 然后通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呢 我的这个阅读能力 有了大幅的提高 我当时还购买了两本剑桥的这个 剑桥小说馆的这个书籍 它就是针对于初中和高中孩子的这个 阅读的 一开始我读得起来 读这个剑桥二都非常吃力 通过两个半月学习以后呢 我现在可以读这个剑桥三 基本上是随时拿到哪块 就可以翻开阅读 并且呢这个 由于每天跟着功夫英语去学这个 这个进程去走的话 然后每天呢要去朗读 去听这个课程 然后现在我这个听力 还有这个朗读的能力 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所以非常感谢功夫英语